最近的强穿新闻可是有点多 先是拜登在与特朗普的电视辩论中表现得稀碎 让许多民主党人和其拥顿喉舌赶到美国完蛋了 现在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 直接将特朗普在大选前因勇闯国会山而身陷鲭鱼的可能性给基本消除了 可谓是特朗普阵营的又一次大胜 此次美国最高法院裁定 总统在行使核心宪法权利时 绝对不受所采取行动的影响 并推定所有的官方行为都享有豁免权 但是总统不能因非官方行为而免于遭到起诉 其实出现这样的判决倒也勉强说得过去 美国最高法院的解释是 防止总统因为担忧司法后果而采取过分谨慎的行动 裁决并没有直接说特朗普身上的所有案子 都可以因为他前总统的身份而获得豁免 而是要求将案件打回下级法院 重新审理特朗普的行为 什么是官方的 什么是私人的 同时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了一些关键事项 是官方行为可以不受起诉 比如说特朗普与司法部官员进行讨论的任意相关行为 都绝对不会受到起诉 这意味着特朗普试图要求司法部官员 审查大选选票的行为可以获得豁免 从法律上讲就无法被认为是阴谋颠覆大选结果了 总而看下来这次判决再次强化了美国总统的权力 减少了司法对于国家行政的影响 同时又留下了一些空间 让下级法院研究总统的什么行为不该被豁免 什么可以豁免特朗普此前向法院申请获得任期内所有行为的豁免权 而在此次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并没有给他全部想要的 但远比民主党一开始预料的豁免权要多 这属于是特朗普小生一筹 最重要的是特朗普的拖延战术大获全胜 按照法律程序往后推 基于特朗普2021年1月6日纵容闯国会山的叛乱的指控 很难在11月5日的大远前出结果 相比于其他案件 叛乱指控才是最能把特朗普送进监狱的杀招 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等于是为特朗普铺平了 通往大选与拜登正面对决的道路 不得不感叹特朗普真身命好 任意上熬掉了三个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一个保守派 一个中间派 一个自由派 那位保守派倒不是重点 下去之后特朗普还是任命的保守派 重点的是那位中间派和自由派大法官 2018年 这位中间派退休了 换上来保守派以后 最高法院的保守派自由派席位对比 就变成了5比4 那2020年9月 那位自由派大法官也去世了 虽然离特朗普任期结束 只有不到三个月 但也没能续证 特朗普任命了年轻的保守派奇女子 48岁的艾米·巴雷特接任 巴雷特以很能生孩子文明 他自己育有7个孩子 对于堕胎 那是生物痛绝 他就任后 极大的推动了反堕胎事业 罗斯韦的案最终被推翻 少不了他极大的贡献 现在 最高法院里出现了6名保守派大法官 只剩3名自由派了 那大多数保守派 相对于这个终身职位而言 还都是比较年轻的 再干个世纪20年 不是问题 所以可见的是 美国的司法会变得越来越保守 那么对于像特朗普这样的 保守派原教旨主义者 那肯定是受益匪浅的 这次的判决 等于是司法向行政 让渡了更多的权力 强化中央行政 强化国家 很符合诸位保守派大法官的立场 那拜登和民主党选民们哭惨 说什么判决破坏国家民主 实际上只是党争没争营 卖散说大词罢了 美国最高法院变成这个样子 当然是符合美国民主程序的 按照许多精美鼓吹的逻辑 美国人手里有枪 那一定会把枪指向不公平 对吧 那保守派大法官们 只要还在位一天 那就说明大多数美国民众 都没觉得不公吧 那拜登你还有什么好叫的呢 与其哭惨啊 不如好好想想 任其剩下的时间里 如何利用此次判决 干点满足豁免权条件的事情 现在美国社交平台上 就有意见领求戴截斗了 说反正只要是官方行为 就能豁免吧 那拜登干脆直接派遣海豹六队 那击毙特朗普不就行了吗 这不也是官方行为吧 那你就说豁免不豁免吧 真是个小金灵鬼 看出来是想打内战了 那总的来说 特朗普的拖延战术大成功 虽然从明面上讲 很难说特朗普操纵了司法 但毫无疑问 能有这样的结果 与特朗普认上的司法人事布局 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看来 许多案子只要告到最高法 那特朗普就有优势 而民主党方面 不管未来还是不是拜登 还能不能执政 都将长期保守 保守主义司法的拖累 前后